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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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的白色恐怖在线 我们要求蒋伟宁部长站出来向学生正式的道歉 我想教育部可以废掉了啦 我想教育部啊也变成了是媒体巨兽旁边的小裸裸 学院世代出身的立委毛起来杠上教育部 记者会进行到一半 教育部竟然还派人默默到现场关切 被当场抓包教育部专员闪得好快 讯遇组也赶紧解释 绝对没有彻查学生名单 纯属误会一场 看看大学生捍卫媒体言论自由的勇气 在对比公文字里行间的官僚气息 教育部越描越黑把政治带入校园 三例新闻徒佑权马家豪白淑化台北高雄采访 我们看一下 依传媒教育案学生上街抗议 那至于抗议的理由什么 我们不谈 我们要看待我们政府的态度 教育部发文关心 到底是白白还是白色恐怖 减负参与学生的学校名册 是要请学校来关心学生的健康啦 说到天气这么冷啊 去抗议又怕去干掉啦 教育部说没有啦 我们做法比它粗糙一点 我们的检测啦 我们是要关心啦 不过我要告诉大家说 奇怪啦 他关心的时间当时是什么 他发文叫人说开始 送给人的时候会保三点 你如果要关心就 孩子们在那儿抗议 在冠冠的时候就去关心 结果人家学生一点就解散了 一点解散你用你三点才去关心 然后要人家要资料 然后要资料又要干什么 要约谈 然后现在今天又有个更可怕的消息 当然报纸还没有 但是早上我看到这个新闻 屏东教育大学 以前的屏东师专 应该是这家人 不错我待会再来跟着 这家学校 教官 竟然去约谈 他们学校的一个助理教授 学校的助理教授 送付也不破书啦 助理教授 约谈他说你为什么去参加这个 那你带个学生名单给我 我不知道说当时教官这么大 教官就叫官教授 我也在大学教授 如果哪个教官敢来管我 说我叫我怎么教我 我怎么教学生 我才对他记屁面 但是我们的国立大学的教官 教官不知道是宝宿啊 宿宿啊什么我不知道啦 还是老师我不知道 教官可以管老师 竟然把老师叫来问 问说你带先去那儿 或先叫什么还是要给我们 有没有这回事 我希望屏东教育大学 要站出来讲话 教育部那些所谓的军训处的人 要站出来讲话 你们的教官大成这个样子 任何个国家都是文人在管理国家 怎么我们现在要恢复到军人在管国家吗 军人在管学校吗 所以早上看到这个消息 可怕 再来看 假关心正调查 网友在讽什么 反讽 谢谢部长的关心 那网友现在怎么说呢 我们每天都打电话去 教育部 灌报他的网路 灌报部长的电话 为什么要灌报他 因为我们每个学生 每天一大早记住 要打电话给教育部 告诉他我今天身体很好 没有感冒 教育部澄清纯粹关切健康 但是做法引起大家的非议 好 大家看 整个 那么绿营当然 教育部长你要出来说清楚 附上参与活动的学生名册 共37所 VBS上曝光 完蛋了 现在在政治真防 然后这些学生以后可能去参加什么国家考试 我们在国家考试都有什么 都有口试 对不对 考起 你比试100分 口试可能就给你个三五十分 平均不录取 以前考司法官就曾经发生过这种案子 以前有个律师 考司法官 一比试 而且成绩都第一名第二名 可是每次口试完了他就被刷掉 每次都是被刷掉 这个 招招 好几个律师都这样子 当然这几个律师 因为以前可能跟过 譬如说姚家文 当过姚家文律师事务所的助理 当过陈水扁律师事务所的助理 不过教育部长进行作业助理 但是去考试 要考试我官 比试 成这个很好的口试就被刷掉 所以这些名单出来以后 我们的政府是不是这么厉害 我在怀疑 阿冬 除阶言不是表示台湾已经民主了 不是 还有很多问题 控制住了 所以有这个机会来介绍 这个前卫讲来出一段很好的主 前卫出版的出版片不错 台湾参数 就是都事发案件 政治案件 军事心盘的案件 是 这个很加是民众立部的 一个老记者 老主任 他寫说按算要删365坪 一天一坪 结果删200几坪 没办法再寫 我不知道这种是立局民众立部 是 寫出大家案件出来 有时候看 有时候看不见 我们说不完 到的概念十字 三十八年里面发生多少案件 台湾残死档案 台湾残死档案 国务大哥说了没问题 还有 詞曲 李宗盛